好后天就是大家所期待的跨年了 大家最受瞩目的节目之一 当然就是台北101的跨年烟火秀 现在是进入到了倒数准备的阶段 烟火设计师蔡国强也首度露面 亲自分享了设计理念 完整的以3D版的烟火秀动画终于曝光 除了会以100秒的雷鸣开场 接下来连续升起金色数字100 1003次再换成代表一个期许的汉字 不过这个汉字到底是什么字呢 蔡国强三肩齐口 他说你当天就知道了 火树银花灿烂炫目 他被101跨年烟火秀3D版完整曝光 它这个炸起来就像那个龙这样滚过去一样 一个个蛋蛋的跑上去 世界级爆破大师蔡国强 是在丹钢建国百年烟火秀之后 第一次公开露面 他说整个烟火秀最困难的 就是要营造烟火的立体感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立体的 所以没想到这个立体的面上 要装置起来不是很容易 但我们就是也是去行天宫拜拜啦 为了怕下雨 蔡国强紧张到海区拜拜 求老天爷帮忙 但他说已经做好最坏打算 跨年烟火绝对风雨无阻 让人惊艳 除了以一百脑的雷鸣开场 接下来是连续升起金色数字一百三次 再换成代表一个期许的汉字 主秀将从描绘101轮廓的烟火开始 接着变大红色像个红灯笼 还有银色千层瀑布 绿色竹子 巨大的三色花朵 金龙盘旋 巨塔真灰 五栋彩虹 七彩方块 火箭腾飞等精彩烟火 最后是照明弹缓缓从101顶端落下 全场将不止288秒 而是创纪录的超过300秒 蔡国强保证要让全世界看到 这个独一无二 永生难忘的烟火艺术 终于前往黄建伟 路易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